呃,大家好,我叫Kevin,呃,我是呃,大家从这个,呃,这个题目上也能看到,就是说我是从这个入门班,我是入门班第十期, 然后呃,跟着这个DevOps第六期,然后之后呃,然后之后又在这个匠人实习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之后呃,拿到了这个offer,啊,然后之后对,今天的话,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什么东西,然后之后希望对大家有用吧,嗯,好的,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您是这个机械专业转码的,就 哦,想问一下你的毕业专业是什么呢,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嗯,呃,我是跟机械相关的自动化,啊,然后就是机械自动化,然后呃,主要就是做一些这个,呃,比如说生产车间里的这些机械臂啊,如果运行啊,然后说流水线怎么去设计啊,啊,这种东西,啊,大概就是做这些了,对。 啊,好的,然后因为你这是完全零IT基础,然后是属于完全是转行嘛,你是如何了解到DevOps这个职业的呢,当时有什么求职道路的规划吗,嗯,其实如果而是简单来说的话,就非常单纯,就是,呃,我对这个做这个工程师有一种执念,啊,这个,无论什么工程师,只要工程师就行了,啊, 然后,呃,但是,呃,可能,这个,呃,屏幕前大家可能也应该有一些,应该知道这个,呃,这种机械类的工程师在澳洲很难找,很难找工作,呃,所以我这也是辗转了很长时间,然后之后,呃,后来的话,追想,啊,就是突然之间就看到这个有DevOps这个, 这方面的工,这方面的这个,呃,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然后之后,仔细了解,呃,也是自动化,那,那不如就从硬件自动化,改成软件自动化吧,对吧,所以这就是,呃,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呃,就是如何了解这个DevOps这个,这个职业,然后之后,呃,求职规划的话,这个是听这个,呃, 呃,老板定期他会,呃,发这个,呃,也是视频,就是一些这个普及视频吧,然后之后就会说,就会分享一些这个DevOps他的这个,呃,这个,这个求职道路是什么样的,然后后来这个生涯道路是什么样的,啊,这个,然后我也是听了,呃,很多期吧,然后之后,呃,最后稍微自己做了一些总结,啊,然后,呃,当时的话,其实也没讲太多,就是说, 能找到工作就行,当时,嗯,嗯,好的,然后你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呢,怎么想到要转行成为DevOps,呃,因为我当时,我其实我想了一下,就是说,呃,那,做DevOps的话,因为毕竟我不是课班出身嘛,所以的话,那,就是,那只能找补课班呗,对吧,那,就是一边找这个,我, 这个,呃,这个,呃,大学学的这个,呃,机械自动化的这个工作,然后一边找这个补课班,就像算是一个 Plan B嘛,啊,然后之后,呃,慢慢了解之后呢,就,呃,就感觉这个到DevOps非常适合我,之前我也去,去想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呃,一些这个IT方面的这个,这个,呃, career path,然后,呃,有一些做这个Developer啊,做DevOps啊,做Data Engineer啊,或者做一些比如说,呃,呃,甚至,呃,一些BA,呃,DA之类这种,呃,但最后发现还是DevOps就适合我,对,然后因为,可能这方面就是, Coding比较少,啊,Coding比较少,然后之后,呃,在一个整个的这个,可能这个,呃,大方向的思维吧,呃,这个就是全要自动化嘛,这个思维的话,跟我学的还是比较相像,只能是比较相像吧,对, 大概这样,嗯,嗯,好的,然后从之前的机械自动化,转行到DevOps,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呃,最难的地方,呃,刚才虽然是我说这个,呃,思路差不多,但是其实他的思路, 大,其实大部分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呃,因为他整个这个工作平台,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所用的这些工具,什么都不一样, 然后之后,呃,之前都是以硬件为主,呃,就比如说一些机械臂啊,流水线之类的,但是现在的话更多是以这个,呃,软件为主,就比如说像什么AWS这些,这些,这些Cloud,Cloud solution package这些,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工具吧, 呃,这个,呃,整个这个从软件这种思维的转变和这个,呃,思考方式的改变其实是,呃, 就是最难的,对,哦,好的,然后,学完Web入门课程,然后对于DevOps学习,有没有什么帮助,呃,这个帮助肯定是有的,就是,呃, 尤其对于我这种完全就是不懂IT的人来讲,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呃,这个入门班,他就是说,呃,因为DevOps的话,他所要,不管是自己要,就是DevOps本职工作,还是,因为DevOps他其实他的这个,呃,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去给这个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这些 Data Engineer或者是DevOps做一个这个辅助的这样一个,一个工,一个工作,那这样的话, 呃,这样的话别人就应该这个,呃,知道,就是说,就我们应该知道,DevOps应该知道,这个DevOps在做什么,Data Engineer在做什么,这样的话就更适合于,呃,这个DevOps去,在正确的地方去,呃,做正确的这个,呃, Modification,这样,然后之后再一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思维方式这个这种转变,其实也是很大的,你看在入门班的时候会,学这个前端三大件,这个HTML,CSS和,呃,JavaScript,然后之后学Python,Python也非常有用,然后之后,呃,学这个,呃,数据库,呃,这些都会涉及到,啊,这样的话就会对我这个,这个DevOps这个学习的话会,呃,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这样, 嗯,好的,呃,然后你觉得在学习DevOps的过程中压力大吗?在成功转行的这几个月里,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呃,这个,绝对是有想过放弃的,并且不止一次,呃,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呃,我这个,因为我是比较,呃,我这个课其实是比较赶,因为我在入门班的后半段,中后段和这个DevOps班的这个前,呃,前半段,其实是,呃,一起上的,呃, 所以作为我来讲的话,呃,在这个接,就接收这个知识和这个去练习的这个时间就会相对说会少一些,呃,那段时间其实是对我来说最难的,但是这个的话,毕竟不是说,呃,咱们所有的这个同学都是这样的,那,呃,就是入门班其实还可以, 这个,如果而是说一起跟着练的话,都能练下来,但是这个在VOps班的话,我在这个,呃,比如说最简单,我在那个,呃,可能现在屏幕前有的同学的话,可能会,可能会笑话我,但是,就是我在Git那个课的时候,我都感觉学不会,然后后来又学了这个Docker,感觉又是一个,这个,呃, 肉体以及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冲击,然后,呃,至少就是两次,然后就后来P3开始的时候,呃,所有东西,呃,都要慢慢去,就是,呃,也要去自己摸索的,开始自己摸索,而不是说老师一直去这么教的时候,呃,也是一直在想说,哎,是不是可能,可能我也就这,就这样了,所以就,呃,想算了,但是,其实回头一想呢,呃, 嗯,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这儿了嘛,那如果是说放弃的话,那不就太可惜了吗,对吧,嗯,好的,好的, 好的,然后因为不少同学对培训班会有排斥的态度,你可以简单谈谈你对培训班的看法吗,是什么让你选择报了将军学院的DevOps培训班, 嗯,呃,呃,我感觉,呃,这个之前的话,呃,我也听好像有一些,这个,在分享的一些,这个前辈们,他们应该好像,有的,有的好像也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用另外一个,呃,角度去回答一下吧,就是,我感觉咱们, 呃,因为咱们应该大部分都是华人吧,华人的话,可能从小就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培训,这个培训班会有这种补课班的一个恐惧症,然后之后大家就慢慢的就有一个潜意识就感觉说,呃,这个培训班补课班,就不应该上,就是上了没有用,呃, 但是,其实,呃,我是在想,就是说,这个,它所有东西都有好坏,呃,就是说,呃,我感觉,如果而是说,做了这个,呃,这个当然一定要自己做大量的这个,呃,research, 和这个study,去了解这个,这个培训班和补课班到底是什么样,客观来讲到底是什么样,而不是说主观的去认为这补课班就是行或者不行,呃,因为现在都长大了嘛,不是说几岁或者十几岁了嘛,这个啊,可能在座可能又十几岁的,可能有几岁的哈,这个,大家都长大了嘛,对吧,这个自己,就是可以为自己做主了嘛,啊,然后之后, 呃,所以,这也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当时,这个去选择,呃,去学补课班的,的这个,对我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之后,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匠人,是因为,呃,首先这个毕竟都是华人,这个,对吧,这个,呃,如果是选择那种local的话,其实,呃,我是怕这种,有这种,呃,文化冲突啊, 或者,或者这种这种之类的,并且有的时候可能听不懂,啊,也听不懂,然后之后,呃,选DevOps的话,就是因为,就之前我也说了,并且DevOps,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吧,啊,想,想挑战一下自己,这样。 嗯,好的,然后,有想过,可能上了培训班也找不到工作吗? 哦,当然想过,当然想过,这个,呃,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自己,呃,就要为自己的这个决策和未来做主嘛,对吧,这个,如果找不着工作的话,那就说明自己的决策是错的嘛,但是,反正根据,就像我刚才说,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research和study来讲的话,这个, 我感觉,绝大概率是不会到那种境地,所以就,呃,当然这个,这个去,做每个选择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risk嘛,那,选择去承担这个risk,最后反正也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吧,这样。 嗯,好,然后你觉得培训班学的内容对你实际求职的帮助大吗? 非常大,非常非常非常大,这个,不能emphasize更多,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个P3,就是说,呃,最后可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大家,呃,就是他们问的问题,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95%,都是,呃,就是集中在这个,呃,我P3做了什么,啊,这样,如果而是说P3做了,呃,P3做了,呃, 但就是,呃,这个匠人这个,呃,呃,这个做的这个,最后这个大项目,啊,然后之后,呃,就是这个P3的话,呃,到处他会问,比如说,哎,你都做什么什么什么了,然后之后,如果你要是能跟他讲的,呃,很明白的话,那就会对你非常有帮助,这样。 哦,好的,刚刚回复了同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些简单的问题,问完了之后呢,会留10到15分钟Q&A时间给大家,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在那个聊天栏里面,把你想问的问题都问出来, 我会读出来,然后凯文会帮大家进行解答,嗯,然后想问一下凯文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是怎么解决的,呃,困难的话,刚才我也 说了一些,然后之后,呃,其实主要就是有很多,呃,作为DevOps的话,有很多工具要用,有很多不同的工具要用,然后之后,呃,可能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下一个工具马上就,就是你得,会他们之间的这种integration,就是他们之间这种,呃,就是,这种共同使用这种,这种方式,呃,就是从,呃,任何,就是所有这些工具都是从,一点都不懂, 然后慢慢到慢慢开始这个懂,呃,然后之后到轮到下一个工具,下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就又什么都不懂,又要重新走一遍这个cycle,所以,呃,这个应该是,呃,最难的,这应该是最难的问题,但是,呃,在这我想说一个什么,就是说,其实,呃,就是怎么解决了,这个,呃,我认为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呃, 就是能陪你走过来的这些人,其实是最重要的,呃,这个,你看,呃,从我最开始,这个,还没,这个,呃,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当时那个小花又是对我非常好, 然后之后,呃,呃,我有一些问题啊,呃,在的工作的时候,我会问一下,然后之后自己心里有数,然后一直到这个入门班这些老师,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之后到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我的这个,这些,呃,队友啊,呃,对我也非常非常好,因为毕竟,这个,呃,我是一个小白嘛, 然后之后等到结束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呃,也是碰到了这个,这个,很多这个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啊, 他们在这个,这段时间,真是帮助了非常非常多,啊,那匠人作为这个平台来讲的,他不,他不光是一个,呃,供大家学习的平台,而也是一个, 供大家去分享这个知识,分享经验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的话,呃,反正在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场合,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这个, 这个,我的这个朋友来了,但是就是想在这,呃,谢谢他们,这样,就是这么解决的, 嗯,好的,刚刚应该有凯文的朋友进来了,我有看到那个留言里有帮你打气, 然后,然后,对,好,然后呢,你觉得这些课程内容,或者工作内容,呃,在学校课堂里学,和学校课堂里,学到的知识联系的紧密吗? 呃,因为我这是,这是我上班的第一周,呃,我是5月30号开始上的第一天班, 然后,呃,具体紧不紧密呢,我在看我们公司的这个,呃,Tech Stack的时候,呃,我能说其实,呃,怎么说,因为我,我也不能说,呃,就是不能百分之百的, 肯定说非常紧密,但是我只能说这个,讲究匠人的这个每一个课,这个每一个这个,呃,他选出来这个topic,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啊,啊,Git, Agile,这个,Docker, Terraform,呃, Kubernetes, Ansible,就这些东西全是,呃,就全是都会,就是,甚至是在这个面试上都会去,都会去,呃,我, 现在百分之五,啊,都是,呃,问的,所以,呃,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呃,我感觉,呃,其实如果你要是学会这个所有topic当中其中的,呃,就是甚至比较极端来讲,就是一半到三分之二的话, 你都能找着一个比较比较不错的一个工作,是这样,啊,好的,然后你认为做Docker最,最需要的硬技能和软技能分别是什么呢? 嗯,硬技能和软技能,啊,硬技能的话,啊,说,啊,Documentation的能力吧,就是,Documentation就是,不光是,然后就怎么做的,呃, 呃,你并且你还要需要去,这个,知道怎么去读,这个Document,呃,就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Terraform的时候, 那Terraform的那个东西的话,不可能所有人都把所有东西全记住,这个他所有的那个HCL的那个语言全记住, 那,呃,可以这个,呃,只能去这个他Terraform的那个官网去找相关的那些blocks, 然后之后往自己的这个代码里去,呃,去放,那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Documentation的一个这个能力, 然后之后,那软技能就很多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习能力,那比如说像咱们这个IT的话, 肯定是,呃,他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的这个东西出来,那, 他学习能力是,呃,一定要有的,我认为,然后之后,并且还有一个是想要学习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因为有人有学习能力,但是不太爱学,呃,这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很聪明,但是不太爱学,这样的话其实,呃,也会是一个,呃,算是不大不小的一个问题吧,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 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持之以恒,呃,不,不能这个亲眼放弃,就,就可以,啊, 我在这儿,这个开始鸡汤了,这个就先鸡汤到这儿吧, 啊,好的,然后请问你总共投入多少家公司之后,拿到了这份offer呢? 呃,我是,我那天我还真查了一下,这个我是主动投了15家, 然后之后有这个,呃,因为我把这个,呃,我的这个,呃,简历放到LinkedIn上了嘛, 就是领英上,然后之后也有一些这个,有12个,在那个领英上加我, 然后之后,呃,给我至少安排一个这个,呃,就电话面式的,有12个, 所以一共不到30个,这样,然后之后,呃, 呃,这30个里呢,我一共拿到了,这个三个真正面试的机会, 呃,然后说第一个面试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第一个,其实,呃,那个公司,呃,比较有意思, 就是他找的其实是Senior SRE, Senior SRE的话,基本上应该是DevOps的,就是,可能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个,这个职位了, 那,所以我肯定是不行,但是,这个,当时那个HR好像只找到了这个, 只找到我这一个人,然后之后,并且当时也是我第一个,呃,面试嘛, 我就想,那,那就去试一试水嘛,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之后,呃,后,后来我又拿到了两个面试机会, 然后这两个面试机会全到最后一轮了, 然后之后我就,呃,拿到了这个,我就选了这个,就是, 比较早给我offer的这个,这个公司,啊,对。 啊,好啊,然后,就刚刚这是两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其实刚刚凯文已经给我们分享了, 然后就想问你在投简历的整个过程中, 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呃,呃,最开始的时候会非常慌, 就是,呃,不知道,因为毕竟也是,这个经过这个,啊, 当然了,也是我这个水平上有限,啊,这个经过了这个很多轮的这个, 就是机械工程内缘的这个制裁,啊, 然后之后,呃,也是,就最开始投简历也会慌, 就感觉,哎,是会不会大家都,都不找我呀,啊, 啊,然后之后后来慢慢的这个去电话面试, 第一个电话面试也,也很慌,就是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呃,然后慢慢的这个电话接多了, 也就大概知道,就是能够感觉出来, 就对面想要问什么, 然后之后自己也就是相当于这种, 比较这个,呃,就条件反射的, 就把东西就说出来了,这样, 呃,然后之后有第一个面试以后就好更多了, 因为,呃,感觉这个面试可能就是大概是这样, 然后之后,呃,当然在这个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 呃,去回顾,就是,呃,去复习, 就是感觉自己哪个地方答的好, 哪个地方答的不好, 然后之后,呃,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是最好的, 这个,我认为这个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呃,对于我来说的话, 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呃,一定要这个保持一个, 这个谦逊和真诚的这个态度,啊, 这样这个是,呃,当然对于这个,呃, 我只是junior,啊,那对于这个junior, 我是这么去这个建议的,啊, 这个,然后就慢慢的就都好了,嗯, 嗯,好的,呃,凯文刚刚跟我们分享了 他的一些面试的经历, 然后想问问你经历过的这些面试流程, 就比如说都有几轮面试, 然后会具体考察什么方面的内容, 呃,那我就说我这个, 就是到达最后一轮的这个, 呃,这两个公司吧, 那这两个公司, 一个是三轮, 一个是四轮, 呃,这个三轮四轮是怎么, 呃,就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呃,其中一个是有一个小的, 这个coding challenge, 就是,呃,要让你回家, 呃,这不用当场, 不像是developer, 呃,要这个是就是回家, 然后之后给大概几天的时间, 呃,他是给了我, 因为那天正好是,呃,周五, 所以给我一,呃, 一个周末的时间, 去做这个coding challenge,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bash, 或者python的一个作为写一个小程序, 就可以,呃,这个是, 哦,不好意思, 我先,我先说这个第一轮, 第一轮就是技术面第一轮, 然后就技术面第一轮的时候呢, 呃,就是他会问一些, 呃,我碰到过两种, 就是这两个是两种, 一种是从难往简单问, 一个是从简单往难问, 那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而是说这个,呃, 就是这个job title上写的是, 他没有junior mid或者senior这种, 他就是跟你说是devops engineer, 或者是cloud engineer, 那,呃,他是从难往简单问我的, 然后之后,呃, 如果而是他就是直接写了junior devops, 或junior,呃,cloud, 那他就是从简单开始问起, 这样他也不会走太难, 啊,这样, 然后之后,呃,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好这个, 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态, 因为如果他是从难往简单问的话, 他难的问题会, 那当然对于我来说, 我,我当时感觉是非常非常难, 就是我当时我一听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感觉, 这个, 这个可能是不会有, 不会有下一轮的, 这样, 但是到最后还是给了我下一轮, 啊, 这个,呃, 这个是一面, 所以一面的话一定要这个, stay composed, 啊, 就是保持好这个自己这个心态, 然后之后, 呃, 第二,呃, 第二轮呢, 那有, 有的就会是一个, 就是coding challenge, 呃, 有的直接就会到这个, 第二, 就是技术面, 技术二面, 那技术二面呢, 这个给我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一部分这个behavioral, 一部分, 呃, technical, 那就会, 就是反正就是想到什么问什么, 呃, 我这两公司对我来的时候都是想到什么问什么, 然后之后到最后一轮, 就是基本上, 反正我们就是在那聊天, 啊, 大概是这样, 最后一轮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这种心理负担了, 这样, 对, 嗯, 好的, 然后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比如说技巧啊, 平台可以给大家介绍分享的呢, 呃, 这个我也是听这个老板说的, 这个就是最主要就是在这个零莺上找, 也确实零莺上确实, 呃, 有很多工作, 可以去投, 并且有很多的这个recruiter或者是hr, 他会主动去找你, 啊, 这样, 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就是在这个linked上找到的, 啊, 然后之后, 当然就像刚才这个ember说, 这个匠人还有这个匠人找工的那个, 呃, 呃, 功能吧, 然后之后, 呃, 因为之前我在那个实习的时候, 我还听, 我还看, 这个匠人在做一个, 一个叫照片的这么一个, 一个网站, 应该也是一个找工作的网站, 所以大家可以都试一下, 这样, 嗯, 好的, 谢谢, 然后在求职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嗯, 嗯, 我感觉我的优势应该是呃英语应该是我的优势吧, 就是交流能力可能是比较好一些, 我这个人反正有时候话比较多, 所以就是呃然后可能带人也比较真诚吧, 自诩比较真诚吧, 就是这个呃所以这个我认为是我的优势, 然后之后呃劣势的话就是那当然就是我的这个背景, 这个我对这个代码完全不懂, 然后之后呃对这个就是反正就是IT这方面了吧, 就是除了P3这些的话, 其实说实话啊, 我真是其他东西都不是很懂啊, 这样嗯, 嗯, 嗯好的, 然后你觉得呃项目经验在找工作时的重要性是怎么样的? 呃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刚才呃早一点我说的那个, 就是说其实他们在面试的时候问的问题, 甚至就是在phone screen, 就是在最开始这个电话面试的时候, 那些recruiter在问你的时候, 他们绝大部分问的也都是呃这个这个项目做的什么, 然后之后呃如果你说的跟这个呃recruiter说的这个天花乱坠的话, 他呃大概有至少一半的概率他会给他会给这个给你一个这个呃继续面试这个机会, 就是技术面的机会, 然后之后反正后来基本上问的也都是这个呃这个, 项目的这个项目的这个东西, 因为呃当然了这个也是取决于你想去找就是哪个级别的这个呃devops工作嘛, 那如果说junior的话, 那他只会问你是一个, 因为他不指望说你会太多其实, 嗯, 啊好的, 然后你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什么打算吗? 呃, 那我感觉还是呃这个精进一下自己这个基础知识吧这个因为我确实是也算是半路出家嘛, 所以就呃比较这个基础知识比较薄弱这个把这个devops里这个需要该会这个工具都会用, 然后以后的事呢以后再说但是呢呃呃这个devops其实有几种这个呃进生通话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一种就是走这个呃 走技术路线那走技术路线的话呢就是呃junior mid然后senior devops然后之后呃到这个sre呃这个sre或者是走这个architect 呃这个是走这个技术路线或者是这个到这个senior devops之后呃或者再往上然后之后可以分到这个做这个manager也都可以如果想做想做这个做这个管理的话 也可以做manager都可以 都可以 好的,然后kevin本周一刚入职,然后让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工作中有什么是比较重要的 嗯,我感觉这个呃呃呃工作中有什么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这个工作态度,这个作为呃, 当然我还是以这个作为这个junior来讲啊,工作态度其实是第一位的,然后之后这个呃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呢,呃 学习能力应该是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应该不会发生在第一周,因为第一周一般都是一些比如说onboarding啊,这些东西,呃,然后之后包括这个沟通能力,呃沟通能力,然后呃,包括自己的这个一些这个责任心呢,也都也都非常重要,呃呃,呃, 对是大概是这么这么样一个这个呃,一个阶级吧,这么下去,哦,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说一个什么,就是呃呃,因为如果是说大家想这个参加这个divose班的话,那我其实建议大家把这个p3也当成自己的一个,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啊,足够时间情况下,也当成自己的一个这个工作去去做, 因为这个这个在这个p3这个项目里的话,他永远没有一没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做完了的这个呃,的这个状态,他永远都是有其他事要做,永远都是有其他事要做,所以这个如果真正去好好去做的话,这个时间是绝对是不够的,所以一定要去这个呃,抓紧时间,然后之后把这个时间利用好, 然后就在这p3里多做点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对这个以后这个找工作,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这样,就是后边稍微加一下,啊,好的,那今天我们采访的问题都问完了,然后下面是Q&A的时间,然后刚刚有几位朋友,他已经把问题发到聊天框里了,然后我来读一下,然后Kevin可以回答,然后其他的小伙伴们如果有问题呢,都可以放在聊天框里,然后一会儿 我们就按顺去进行解答,然后我来看第一个问题,然后Jason问Kevin说,Kevin来澳洲多久了,这个工作是澳洲第一份工作吗? 呃,这个我其实现在,我是2010年的5月23号来到的这个,来到墨尔本,来到澳洲,然后之后,呃,正好12年,然后这个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但是应该算是我第一份,这个,呃,就是我认为是真正工作的第一份工作,这样,嗯,对,其实这个是Kevin的第一份IT相关的工作,对吧? 对,对,啊,对,然后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在Kevin看来,初级Developes和高级Developes的关键区别在哪里? 是如何去判定一个人的技术水平? 呃,这个我的,我现在的这个manager跟我说我,就是说他看这个,呃,因为可能每个公司,甚至每个manager,他这个,他的这个看法可能也不一样,啊,但是我的manager跟我说,就是说,呃,junior就是,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新手,啊,需要别人带一下,啊,这样, 然后之后,呃,那种mit,就是,呃,自己可以完全不需要别人带,然后自己就可以做,然后之后senior就是,呃,可以去帮助这个junior和,呃,有些时候mit去,呃,解决一下他们想要解决的一些东西,就是有完,有这个full capability,去做这个东西,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在我manager的这个, 角度,这个,呃,这个,呃,这三,这三个级别的这个区别,这样,啊,好的,然后呢,是如何判定,就是一个人的技能水平,就是在develop这里面? 技能水平的话,呃,因为我现在只是junior,所以这个,我不太敢这个,呃,就是不能,我感觉我的答案肯定,肯定是不对的,啊,就肯定不是,肯定不是,肯定不是, 是片面的,这个,呃,但是如果而是说判断一个人技能水平的话,那就是,呃,比如说,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devops这个工具,从,从简单到难,呃,都有这个,呃,就比如说像什么CICD,啊,啊,像什么AWS,或者Azure,这些东西,这,这些,就是, 就是,常规的这些工具的话,那是属于这个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那稍微高,稍微高一点呢,就比如说像什么Terraform,啊,Azure,啊,Chef,这种,这种东西,或者说这个Azure,那个Opswork,呃,这可能就会稍微进阶一点,那比较难呢,可能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呃,Kate,就是Kubernetes, 然后之后,呃,啊,AWS里边是这个,呃,EKS,这种,呃,然后之后包括一些这个,这个monitoring system,就比如说这个,呃,啊,Permetheous,然后Grafana,这个Splunk,然后有一些,比如说这个Jfrog之类的,就就,就这种东西可能就会,呃,就,那如果而是说,如果而是说玩花的话,这个可能花就比较多了,对,呃,我现在的这个,呃, 这个技术水平的话,可能也就只能回答到这个情况,呃,希望你不要介意,啊,啊,好,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技术面的时候,如果遇到不会的问题,要怎么回复面试官呢? 呃,那得看,其实这个分,就是说,这个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说,这得看你是,到底是真不会,还是当时一下蒙住了,呃, 就是这个,你自己一定要问好自己,就是说,你如果而是说,当时一下,哎,我这东西可能知道,但是我这个就太高压,然后我忘了,那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呃,这个我可能,我有点,就你就直接,直接老当跟他说,你说,我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忘了,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呃,如果而是说碰到真不会的话,那你就直接跟他说,说这个我还没碰到,所以我确实是不会,啊,希望你能理解,就可以。 啊,好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关于DevOps的起薪是多少来着,我个人的了解可能是,8万家,9万家,10万家都有可能,然后Kevin,你觉得呢? 呃,我感觉这个起薪的话,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呃,老板他定时,他会这个,呃,主持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分享这个会,然后之后那里边他会有。 哦,对,然后我其实本周我们也,我们老板也会进行这个分享会,就到时候也可以去问一下,但据我所知,就8万,9万,10万都有,反正DevOps是起薪还挺高的一个行业,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雇主会介意年龄吗? 就比如说像30家的女性,呃,其实我是感觉这个,呃,数字上的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不要把这个数字当成,呃,捆住你的加速,这个,虽然说在这个,呃,物理角度上,确实是,这个,我这个年龄就是我这个年龄, 但是在这个,心态的这个角度上,你可以是任何年龄,所以,这个,雇主也会这么看,所以他不会在意这个,呃,你的年龄,甚至,这个,呃,性别的话,其实还是有这个,有优势,啊,相对于这个,呃,男生来讲,啊,女生其实是有优势的,因为,你看像这个公司里边做IT的,其实,呃,呃,女同事其实不多,哈哈,不 但是,澳洲这边,他讲究这个,呃,就是,呃,没有这个性别歧视嘛,没有任何方面的歧视,所以的话,他也想要找到一个这个男女之间这么样一个平衡,所以他们就更倾向于去找,这个女性而多于男性,这样,啊,好,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呃,凯文有考过AWSDCA,CKA这些证吗? 说实话,我不太清楚,那个DCA是什么东西,但是,呃,我是想考过,但是,呃,反正没来得及考,就找着工作了,是这样的,这个,我这个也问过我的这个manager,呃,考证是要这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就是说,呃,你考证的话,它代表的是,你对着,假如咱们就说这AWS吧,这个AWS这个证,它代表的是,你对这个AWS, AWS这个整个的这个platform,有一个十足的这个一定的这个了解,想要拿这个证,但是,这个有很多,这个我这个manager跟我说嘛,就有很多其实都是那种,就是为了考证而考证的这种,那,他在真正在面试的时候问的时候,如果要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卡壳了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呃, 在某些时候吧,是有反效果的,这样,但是的话,你在去考证的时候,当然你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呃,当然就是说这个,呃,这具具体怎么去,呃,用一个神像的心态去考的话,这个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值得这个,呃,比较值得这个探讨的这个,这个话题,这样, 啊,好,呃,还真别说,CKA我还真知道,因为是我们6月14号,下一场关于DevOps,呃,分享会的那个同学,他是真的考了CKA的证书,然后他跟我说,他其实面试经验也不是很丰富,而且他到时候分享的时候,也是会分享,他也是拿到了第一份全职的工作, 他就告诉我说,这个CKA对他来说,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帮他赢得了很多面试的机会,就可能如果有CKA的证书的话,他可能会有更高的几率,让HR给他这个一面的机会,然后我知道是这样子的,如果感兴趣的话,14号的时候,也可以来听我们下一场关于DevOps工作的分享会,然后Kevin想问你,上完P3多久之后开始投简历的呢? 嗯,上完P3多久,呃,P3结束之后的,可能是第二周的周一,我就,呃,申请实习了,然后之后开始实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准备这个简历了,这样,然后之后大概就是实习了一个月,啊,然后找了工作了,这样,呃,对,大概从实习到哪,开始投简历,然后拿到真实的offer,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对吧?对,啊,对,其实Kevin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然后,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呃,这位同学他也是转行,然后目前在匠人上这个课,然后上了一个月,想问一下你,里面的homework有都做吗? 或者说有额外又看很多的视频吗?因为他发现都很重要,然后量很大,请问你是怎么时间管理这些的? 呃,homework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呃,做了,就是做肯定比不做要好很多很多,因为,呃,毕竟这是,就是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呃,能够,就是upskill的一个,这个机会吗? 那既然这个,呃,已经有这种,这个小型的这个项目放在你面前了,那就,呃,做呃,就是在,就是,呃,有时间的情况下,因为到后边的话会有这个P3吗? 那P3的话,呃,最主要还是去这个,呃,做这个P3,那在这个homework的话,我是建议你在这个,呃,上完课以后,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正好等这个记忆还没,还没都这个,呃,跟着一一觉睡过去的时候,这个做一做这个homework,啊,都是可以的。 啊,好的,然后想问一下Kevin,在转行期间,准备的时间大概是多久,是全职转行吗?每天的学习规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呃,对,我如果像我这么,因为我这个是其实说实话是比较急的,那,呃,这么急的话,呃,肯定得是全职,呃,我是想象不到,如果我要是,呃, 一边工作一边这个转行的话,这个生活会有多么多么艰难,但是,反正我是全职的,对,然后之后,呃,基本上把所有时间全放在这个,这个,这,这两个班上了,啊,然后最后这个P3的话也是,呃,下了很多心血吧,这样。 然后每天学习规划的话,其实就是,那全职转行的话,那就这一个目标嘛,那就是早上起来开始学,然后之后一直学到不想学址,然后之后歇会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继续学,这样。 哦,好的,哦,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凯文在简历上机械专业的经验有写吗?然后还有学历那些的,因为这位同学他是别的专业工作了七年。 嗯,那,呃,七年的话,我是没写之前的这个,我的这个工作经验,因为,呃,因为我感觉都没什么太大,呃,关联,就是,所以说我想说, 就是这个,呃,您这个,呃,专业工作七年这个关联性有多大,然后之后,但是如果而说这个,呃,因为澳洲这边的这个简历,它是,呃,有这页数限制的嘛,就是也算是一个,不算是限制吧,就是一个,一种这个,呃,就是文化吧,就是大概就是两页左右,那如果而是说,您再把这个P3写完,做完之后,然后之后还有, 没有空位置去写之前的这个工作的话,那我感觉写肯定比不写好,呃,但是因为我之前这个工作的话比较这个零散,所以的话,并且关系也不是很大,呃,所以就我就没写,这样。 哦,好,然后请问一下Kevin,从学习DevOps课程到求职成功,大概经历了多久,呃,这个,从学习DevOps,我是,呃,因为第六期是1月9号开始上,呃,这,今年1月9号开始上的课, 然后之后,然后之后我是,呃,5月30号,呃,开始上班的,然后之后之间大概有,有一个半星期,10天左右的这个,就是这种等着上班的这个时间,所以大概是,呃,五个半月吧,五个半月吧,五个半月,这样。 哦,对,因为Kevin是IT零基础嘛,他在上DevOps课程之前,还有上我们的Web入门班,然后Web入门班是去年的11月12月的时候开始的,其实刚刚Kevin也有提到,就是他上入门班的时间和DevOps有一点点重叠,那段时间应该还是挺累的,反正整个时长大概是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请问是否有PR身份,才比较有优势招聘,哦,哦,对,然后Kevin也可以,就是聊一下,就是说,怎么,如果有PR的话,是通过怎么拿到的,对,Kevin可以说一下吗,对。 行,没问题,那个,我的PR是我读这个本科的时候,呃,拿那个技术移民,就189那个移民,因为当时,呃,可能也确实是这个,因为当时,呃,怎么说,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英语能力比较,比较好一点吧,这样,这个,呃,所以就是拿这个PR就相对来说,呃,没有那么, struggling,就没有那么困难,啊,这个,呃,我是,呃,拿了那个189职业技术移民,呃,去移民的,然后之后,呃,PR身份比较有优势招聘,呃,这个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看这个,呃,我身边这些找着工作的,有很多的不是PR的,有很多是PR的,所以,呃,应该没有什么样差区,有感觉,都能找着, 哦,好的,然后之后呢,我们还有别的一些分享会,然后会有每个同学情况都不一样嘛,像七月份我们还有一个拿到学生签证的同学,然后也找到了工作,然后之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然后有不同的同学的小故事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凯文,请问你是在哪里找到了实习,是P3实习吗,凯文可以回答一下,呃,实习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呃,如果而是说,我是在这个匠人实习的,呃,这个就是P3结束以后呢,呃,可以跟这个匠人去申请实习,呃,然后之后去, 填写表格,然后之后去,这个在这个匠人去实习,呃,就是做匠人自己的这些,呃,这个产品业务之类的,这种,对,啊,就是你在学完这个DevOps这个课之后,就有这个实习的这个机会,这样,呃,对的,然后像我们将人DevOps这些课,在学完课程之后,我们会附赠一个实习, 然后,然后,然后就是可以去进行这个实习吗,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想问,如果没有IT学历,想读个大学学历,推荐哪个大学,呃,如果而是真要是,真想去读大学的话,那又读最好的,呃,呃,反正取决于你在,你在哪个城市,呃,墨尔本的话,就是, 墨尔本大学,墨纳什,反正就是澳洲八大的,呃,应该是澳洲八大的,然后之后,呃,呃,但是,呃,但是前提是在,就是您非常想要去有一个大学,这个文凭这种,啊,但是,呃,以我的这个个人经历来讲呢,呃,如果而是说,以这个找工作为这个,呃,为,就是主要目标的话, 那,那,其实,并不用大学文凭,这样,呃,呃,呃,对,然后其实这个大学学历推荐哪个大学,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之后,想回国工作,还是在澳洲工作,然后回国工作的话,肯定是优先选择八大嘛,然后如果在澳洲工作的话,像凯文刚刚提到的,就说这个学校澳洲的话, 在澳洲工作,其实看重的就是还可以,就是主要是工作经验比较重要,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听说这样的人有showcase,然后凯文了解吗,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我觉得凯文参加了那一次showcase,对吧,呃,呃,对,我参加了,那个当时是什么地方,当时是这个,呃,就是我们做P3嘛, 我们有有很多组做P3,大概是六组吧,我们第六期,然后就做这个P3,然后之后,呃,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个第六期结束之后,会有一个showcase,这showcase是,这个匠人找了很多这些,这个,呃,呃,一些公司,就比如说像有什么德勤呢,有什么,呃, serving呢,还有什么一些,就是,呃,有什么十几家公司吧,好像是,然后之后,这十几家公司,他会派出来一些,这个recruiter,或者是hr, 或者是hr,然后来到这个匠人,这个自己办的这个gather的那个会议室里,然后之后,挨个这个,呃,就是,我们每一个P3都会有一个private room, 然后之后,去进这个private room,去,呃,就是,去跟这个做P3项目的这些,呃,同学们去聊,然后之后,到时候,会有人去,这个,呃,当时好像是,呃,好像当时,就是,当下好像就有一个,一个,呃,一个人就拿到这个offer, 这样,他们也是来去,他们也是来去,他们也是来这个,找这个,呃,找这个,呃,新的这个,呃,Developer DevOps的嘛, 对,大概是,大概是这样,呃,对的,然后这个showcase呢,是从上一回是第一届,然后之后呢,我们教人都会每次都有这种showcase, 就是在我们帮大家邀请到了这一些,呃,比较知名的一些企业,他们的那个recruiter,他,他会过来,然后大家呢,就是以小组为单位, 然后展示自己的P3项目,然后P3项目进行那个pray之后,然后就会到自己的那个private room里面, 然后这些recruiter,如果对你这个小组的项目,或者说对你本人感兴趣的话,然后他就会直接跟你进行沟通, 然后后续的那个,就可能会约你去面试之类的,就是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Kevin想问你,说的这个实习是三个月节课后跟,跟全站的那个实习吗? 呃,不是,呃,您可能说那个是P3,P3是做的那个项目,那个项目是跟着这个课程一起走的, 就是在课程这个时间段内去做的一个项目,然后实习的话是,就是, 就是,就是,真就是在这个匠人的这个公司,呃,去实习,这样,他跟那个项目是不一样的。 哦,好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请问DevOps,DevOps一般有远程工作的机会吗? 呃,有,有,那个DevOps的话,像我现在就是三天在办公室,两天在这个家,啊,这样,这个因为DevOps的话,不太需要,就是,呃,真正的去,就一定要去到现场这种, 毕竟现在,也有这个Zoom呀,Gather呀,Teams这种, 所以一般远程都可以,呃,我也知道有几个这个,我的这些,呃,朋友他们也是远程工作的,这样,嗯。 好的,还有,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我们稍微等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问题。 OK,呃,反正,哦,哎,稍微等一下,让那个,嗯,哦,没事,没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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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打字,对,我们都没问题的, 然后一会儿,呃,大家应该都在那个公开课的群里,然后接下来,那个,我们6月14号,也会有一个同学他来分享, 他的经历也,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他是UTS,大三再读,然后拿到了一份DevOps的全职工作, 然后我刚刚有提到他有考那个CKA的证书,然后他是有帮他赢得一些面试机会, 所以14号的时候也是可以过来听一下的。 然后,像刚刚提到的那个showcase,我到时候也可以跟小花说一下,我们有当时现场录制的视频, 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哦,好,然后让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哦,这位同学说,因为他目前上课了一个月, 发现有个架构也懂了,但是都不是很懂,所以自己网上看了很多视频, 但是时间发现都不够,所以想问问你学习的时候,对哪块,还有P3的时候,哪块投入最多? 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呃,怎么说呢,就是,呃,P3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说我自己, 但是我感觉没有一个这种,呃,通用性,就是说,因为这,这个,每一组他对这个P3整个这个项目, 他这个运,他这个进程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说,呃,你可以去,呃,如果P3,那当然就是先前端, 然后之后,然后后端,然后呃,前端包括一些比如说像什么S3呢,这个ACM,ROOT53, 然后之后CloudFront,然后之后建PIPELINE这种,然后后端就是,呃,ECS, 然后之后,呃,这个ALB,然后之后Docker这,呃,这些东西,就是说,呃,反正看你的这个,呃,学习的这个速度, 呃,这看你的学习速度,就是,如果而说到最后,呃,只是把这个,就是大概的这个框架给弄,就是弄,就是弄出来的话,呃, 其实也可以,也够了,呃,然后之后,那具具体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哪个地方,这个放的这个时间最多呢,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PIPELINE和这个TERRAFORM放的这个,呃,时间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我们组每一个人,他这个,呃,有分工吧,这样, 对,所以我最多是这个PIPELINE和TERRAFORM。